虛擬試鏡上下左右移動 邁阿咪最有名的南灘 跟著360度繞一圈 沙灘海浪 路跑路人映入眼簾 VR實境裝置 人在台灣照樣以為身歷其境 出國環遊世界 遇到例如說北極的激光 那一般人應該很難去體驗到 那透過虛擬試鏡技術 就可以體驗到這個地方 試鏡是四台運動攝影機 GoPro拍攝的360度環景影片 後端結合旅遊電商 喜歡的旅遊行程暗暗 像是飲料販賣機的機器 連接後端各家旅行設下單 前公演員VR影片團隊 透過專長 曾經幫吳岳天製作3D電影 諾雅方舟 下一部將結合VR虛擬實境 讓歌迷在家照樣可以聽 吳岳天的演唱會就像這樣 虛擬如生 虛擬實境體驗 像是在聽現場Live演出 不用花大錢也可以 像是聽第一排搖滾去演唱會 有的時候你門票買的很後面 可是剛剛這個看好像就是第一排 跟著雲霄飛車天旋地轉頭 真的會暈呢 韓國手機品牌透過2K螢幕硬體規格 合作Google手機遊戲跟VR虛擬裝置 搶攻VR商機大兵 我剛剛玩的那個雲霄飛車 其實就真的很像是你就是清零現場 虛擬實境雙機大 從智慧手機到旅遊業跟影片後製團隊 大家都來搶著新的科技商機 記者林東銘就在台北裁訪部的